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问他们的 他们的目前生活状况 然后他们的手指 支柱 那些生活会这样行 超过3000人次志工 参与守望相助 纾困计划 德门之前已先熟悉每个家 怎样生活呢 你没有家 东西 在这里家里有时 那些哥哥也买点东西来 这里也有时久不久 那些帮他来拍那些米 54岁的杨莲发视力不好 又有尿酸和糖尿病导致双脚肿胀 两只都一样 看现在看人家样子看不到了 其实志工群也不乏病痛缠身 每家四点很棒而已 65岁的周美霞患有肌肉微缩症 他想做到不能动为止 做一下复理治疗就是不要给他恶化了 因为希望能够跑自己还能够自立 不用依赖人家 不用靠人家 已经很自助了了 开始是觉得很不舍 他的那个身体状况 我们是很不舍 可是他的那种精神呢 对我来说就是很敬佩 他那种精神就是变成 我们这些年轻的比较会的呢 就没有借口 没有理由说 不去承担的 这个是最近学的 会不会很难学 会了就容易了 不会就很难了 一句会了就容易 访试报告的撰写 也再次感受他承担的高度 有时做不到就放去 然后又晚上做又再做过 没办法 所以我写一个报告 很长时间 时间保不保贵 他们思考奔走 在众人的这条路上 每一回的家访 开口都是传承 我会请不同的主员 来学习 发问 我会告诉他们 要以聊天的方式来进行 这样还不会让安家感到有压力 付出爱也是需要学习 年龄 语言 体力都不是问题 大爱新闻张智亮 黄兆峰 林彦均 马来西亚报道